使用武力不使用武力不使用暴力 但是我們用任何的方法 讓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早日離開台灣 我們請美國真正的對台灣實施完全的軍事佔領 這是一個很煎熬的過程 因為一剛開始就錯了 69年前就錯了 所以每次課堂上我都會問 問每一位童星到底是把事情做對 把事情做對 我們現在在台灣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還是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很無奈 我們現在只能把事情做對 因為剛才不是錯了 當初69年前 我們的長輩 台灣的菁英 他們真的有看到想要把事情做對的事情 所以他們很多人跑到美國 跑到日本 希望日本天皇可以幫幫我們 希望美國可以救救我們 因為中華民國真的太過分了 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 原本生活在這土地上的人民 就算他佔領了 他也不得隨意的把這些人趕出這個國家 就像當初我們的台灣人都已經改日本名字 他把我們當作日本人 他叫我們滾回日本 這是錯的 就算那個時候 從日本到台灣 疼懇的那些日本人 他也沒有權力叫他回去 他佔領一個國家 他不能把他滅服 不能把他的文化 把他的語言都消滅 所以第三個 我們台灣民眾的立場 不使用武力或暴力 但是用各種方法 讓他們流亡中華民國 結束在台灣的戰略 第四個 我們對中國殖民政權 推動的事務 不合作也不配合 來這裡先把他放那個 初級班的法理 如果可以放就放 初級班的那個 沒有嗎 蛤 吊墊 吊墊 沒關係 那個 我們讓他花點時間去弄一下 當初美國佔領古巴 請問一下 古巴 那個時候整個全島 是用西班牙的法律 還是美國的法律 各位知道嗎 是西班牙的法律 美國就算佔領古巴 他也沒有把古巴 民族特性消滅 他一樣在上面用西班牙的法律 所以中華民國 他來實施佔領台灣的時候 台灣應該要用日本法律 還是中華民國的法律 當然是日本法律啊 只是那時候日本天皇戰敗了 他沒有花眼泉 很無奈 那個時候 整個 在越南 胡志明 他就會 那時候中華民國的軍隊 也流亡到越南 胡志明市 20萬大駐 可是那個 那個 那個 胡志明他很快的就把中華民國軍隊趕走 因為他請了法國軍隊 所以那時候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的一些先賢先賢先賢 他也去請美國 可是美國 他自己要求 那個蔣介石來佔領台灣 當初蔣介石 他在那個 重慶一直在戰敗 一直退一直退 從各個地方南京一直撤退 撤退到重慶 到重慶日本軍隊打過來的時候 他直接落跑 他們叫轉禁 怕輸招牙 他直接落跑 各位知道他落跑到哪裡嗎 蔣介石 很多人都說他飛到台灣 他那時候沒有飛到台灣 我們在2001月內告贏美國之後 我們很多檔案機密 機密資料都解密了 那個時候的蔣介石 他直接飛到澎湖 帶著他所有的水戶 留在澎湖 他為什麼不敢進來台灣 為什麼 蛤 所以這個都跟各位念的歷史不一樣 都有點混淆 那時候台灣 行政長官是陳怡 軍事長官是孫立仁 行政長官是陳怡 軍事長官是孫立仁 那蔣介石是什麼 蔣介石是 是流亡中華民國的總統 大統領 可是這時候美國 邁克阿瑟 他派蔣介石到哪裡 他沒有派蔣介石到哪裡 他派陳怡來台灣 他派順利人來台灣 蔣介石想來台灣 可是他不想當流亡政府 他也不想被陳怡或者孫立仁軟禁起來 所以他派澎湖 他用了很多的方法 他派那時候駐美代表 在雙校園的駐美代表 他派我們那個時候很偉大的宋美玲小姐 飛到美國 宋美玲小姐飛到美國 他也很委屈 因為他有雙校園可以住 可是他不能去住雙校園 因為蔣介石叫來他 一定要睡國羅斯福 所以他只好去住白宮 他住白宮 住了兩天一夜 不要講多久 反正他在白宮住了一段時間 羅斯福就答應 答應讓蔣介石去台灣 真的是美人計 白宮不是隨便讓人家住的 而且那時候白宮有第一夫人 宋美玲竟然可以住到白宮裡面去 就不用住雙校園 這不用說也知道 美國總統就這樣 所以杜魯門才會講 接任的杜魯門總統說 蔣介石一家都是賊 一個國家的元首 去批評那個國家元首 而且說他一家都是賊 這是非常不領暴的 他真的是恨死他才會這樣講 因為他讓美國 你行不行 那個不忠不義的 那個 把讓美國處在不忠不義的 那個境界 他整個出賣了台灣人 蔣介石飛到台灣 孫力仁飛到澎湖說 我們永遠效忠我們的領袖蔣介石 他飛到澎湖去 孫力仁飛到澎湖去 宣誓效忠 所以把蔣介石贏到台灣 所以呢 陳怡跟孫力仁 永遠效忠蔣介石 他們的下場應該很好對不對 孫力仁後來下場怎樣 軟禁一輩子 軟禁一輩子 這是孫力仁後來的狀況 這是當初 蔣介石來到台灣之後 然後他要我們大家說 他是偉大的領袖 歷史的偉人 殺人的魔王 這是現在新的定義 我跟各位講 我講真的 二二八事件 1947年的二二八 為什麼會發生二二八 各位知道嗎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二二八 那二八到底有經歷過多少事情 各位沒有經歷過 我們當初我們的蔡財源蔡老師 他經過白色恐怖 我們都親口聽他講的 因為他當初又關在那個綠島裡面 他說他在台灣省幾倍總司令部 台灣省幾倍總司令部 他半夜被嚴醒拷打 然後累到那個阿兵哥也累了 他也累了 趴在那裡睡覺 他在地下一樓 台北的台灣省幾倍總司令部 他聽到地下二樓跟地下三樓 發出來慘叫聲 他嚇醒 他就問了阿兵哥說 為什麼地下二樓還有地下三樓還有聲音 電梯不是只有到地下一樓 他說有啊 地下二樓地下三樓沒有電梯 要走下去啊 然後地下二樓地下三樓是 那個中華民國的老兵 在練手手力的地方 他說練什麼手力 他說你們這些 台灣的讀書人 這些醫生這些都不聽話 所以他們練手力掐死一個五塊錢 掐死一個五塊錢就是真的 然後放出去打 然後一整排 我們的讀書人一整排腳 腳用鐵絲穿過去 一整個一整個這樣 每一個人一起 然後阿兵哥練槍 一槍一槍打 打一個倒一個 就是在海邊 打一個跳到海裡面這樣 其中一個人真正 他親自身穿完 腳上都還有那個穿刺 他說因為 他一個一個打過去 可能打 讓我密死掉 他就是跟著一起疊下去 沒有打好他 其他朋友打 他在海裡面逃生 他說就在海邊這樣殺 而且沒有任何理由 因為他說我們違反戰爭法 我們想要探亂 我們違反戰爭法裡面的一些守則 就是他那時候的 對我們的一些 愈加之罪 何萬無恥 他對我們就開始用這樣的 嚴刑拷勞的手段 你知道我們這些 那個時候的賭書人 想要救台灣的賭書人 都不敢講話 戲也戲抖一抖 我跟各位講 1947年的 2月28日發生 228事件 過了兩年 台灣省政府清查 在日本時代有戶口 到了中華民國那時候沒有戶口 少掉多少 各位知道嗎 我們不要說全部都讓他們殺的 反正就是戶口不見了 不管死掉或逃走或全家被滅掉的 我們台灣人 這些賭書人 知識分子 想要救台灣的人 有多少人走了 各位知道嗎 你有沒有去228紀念館 看裡面有228人 幾千人對不對 225千人 22萬5千人 22萬5千人 那時候台灣人都有多少 不到600萬 不到600萬 二十分之一的人口被滅掉 而且都是賭書人 讓我們大家開始 完全不敢去談 中華民國來台灣是不是合法 完全不敢去談 為什麼中華民國會來台灣 為什麼日本人突然就離開了 為什麼我們會是戰敗國 我在講 為什麼美國會對台灣 這樣子那麼的痛恨 他那時候也希望 他那時候也喜歡台灣 台灣是一個很好的戰略地點 那時候為什麼他相信蔣介石 不相信日本人 日本那時候是在敵人 我們講得很清楚嘛 而且當初 日本去偷襲珍珠港 日本去偷襲珍珠港的時候 說真的 你去看虎虎虎這部電影 開閣開閣開閣 三個五十六 那時候他很清楚的知道 策略都定好了 第一個把他們掌口全部 港口全部炸掉 第二個把他們軍艦全部炸掉 再把他們油庫全部炸掉 他有策略讓美國癱瘓 讓美國沒有辦法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都不敢這樣子 那時候日本的軍事強大 有不 那個不成的航空母艦大和號 真的是這樣 遠度重洋到了美國 戰略都有執行 第一波第二波的戰略 港口戰艦都炸掉了 可是他還燒航空母艦回航 第三個階段沒有去實行 就是把他們的油庫炸掉 把油庫炸掉 把油庫炸掉美國不會那麼快又強 所以美國回來 從中土島流氧島打回來 菲律賓將一直打回來 日本的時候 他會怕 他第一個看到台灣 是日本重視的一個地方 所以日本派哪一個軍隊來駐紮台灣 各位知道嗎 在日本最強的關東軍 第十方面軍 所以日本就學 美國就學會了中華美國的戰術 法師專長他說我們現在實施 跳島戰術 跳島 從菲律賓跳 我們不要每一個島都打 比較強的我們要跳過 台灣跳過 所以他們打敗 從南部像菲律賓島以後 直接跳過台灣 直接往琉球去打 1945年的3月26號 他去進攻琉球 跳過台灣 那台灣那時候會怕 好吧 至少好像琉球一樣 五天之後 1945年4月1號 琉球戰敗 琉球馬上實施 琉球美國軍事政府 就像伊拉克 他一打贏伊拉克 馬上實施伊拉克 民事政府一樣 我剛剛講的都是 我們在講的地修教材裡面 那個你從地修教材那裡開始 可以了嗎 我們從北修教材那裡開始看 從1945年的3月26號 1945年的4月號 台灣實施日本帝國的借法 那時候1945年的3月26號 答應了 對 對啊 然後1945年8月24號 沖繩自信會 4月24號 沖繩民政府 安美群島一時期 北部南西角自信會 這個資料都在官網的左下角 台灣戰爭史回顧 我只是把它整理一下而已 我講比較快一點 因為時間關係 那各位可以看另外一個投影片 這裡面開始到1952年的4月以後 成立琉球政府 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 我們去年有人搞不太清楚 到美國說台灣政府 台灣的喊得很大聲 台灣現在是美國軍事政府佔領之下 委託中華民國代管 美國軍事政府底下 如果要設立的話 設立台灣臨時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下面才設立台灣政府 不要一下跳到台灣政府 很多事情是有優先順序的 那個優先順序一定要搞清楚搞對 才不會被人家誤會 然後被人家弱人一口試 我們是台獨 我們是獨派聯盟 我們都不是 我們是台灣政府 但是我們台灣政府 上面有台灣民政府 上面有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美國軍事政府 它這樣子實施 應該佔領日本琉球模式 是琉球獵島美國軍政府 設立沖繩民政府 公國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琉球獵島美國民政府 設立琉球政府 台灣一樣 台灣美的美國軍政府 應該設立 以下設立民政府都沒有關係 但是 只有台灣獵島的美國政府 要設立台灣政府 所以依照戰爭法推論 台灣美國軍政府 應該設立台灣民政府 每個台灣美國政府 齁 台灣美國民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或台灣政府 那 他是委託中國軍佔領 所以中國佔領軍 應該是 台灣 台灣 中國軍政府的 台灣省指援總司令部 設立台灣民政府 他都有設立 警備總司令部都有 蔣介石以來 全部都把它改掉了 就沒有了 他本來應該成疑 會遵照美國的軍事命令 設立台灣民政府 然後台灣中國民政府 台灣省政府 行政長官公署 改次為台灣省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就是 本來應該成疑要錯了 結果都挑回來 中國戰領安局 在1945年 10月25號 依照盟軍的協議 分配佔領日本 台灣之後 沒有協助被佔領的 台灣人 設立台灣民政府 現階段 本職為台灣中國民政府 的台灣省政府 所以呢 為什麼不能廢省 只能動省 李登輝說要廢省 不行 因為這是我們未來的 台灣省政府 在戰爭法架構之內 有協助台灣民政府 乃至未來台灣政府 設立運作 佔領的責任 實際在台灣 國際地位正常化之前 不得廢除 1945年的 1952年的4月28號 中國殖民政權 在美國當局任何 代理台灣 美國軍政府 繼續佔領 日本台灣 基於 中國佔領當局 沒有設立台灣民政府 美國當局 完全有立場 親自執行日本台灣的戰力 我們現在都一直要求 我們請求 美國軍事政府 親自執行台灣的戰力 依戰爭法 設立台灣民政府 中國佔領當局 對被佔領方的 本土台灣人的兩面手法 你看當初不順從 你 我佔領日本台灣 你不順從 中國佔領軍 所以我用戰爭法 怕你死刑 所以美國那時候 去英國佔領 都不敢說話 中國人就會搞這種 兩面手法 再來順從 你說你順從我了 你同意我了 當標 他順從我 同意我 所以你表示你願意當中國人 所以就把你全部規劃成中國 中國國籍 那時候引起軒然大波 這個 這裡面 整個戰爭法 你進去裡面看 我們的官網裡面 每一天都有 這好像在自己295片 你一天一天的慢慢看 看不懂 你就可以回到我們的 那個 州裡面去 州裡面都有法理的研討 你只有用法理 台灣才有救 你用情感 用政治 台灣永遠被人家操控 那個台聲跳掉了 你有辦法下去 好 這是我用的嗎 好 他們解放中國台灣 將本土台灣人 納入中華民國憲法理治 就地合法 將台灣併入中國 企圖 所謂的企圖就是 你要知道 中國署裡面企圖就是 我想要 我想要把這個不合法變成合法 我企圖 企圖 企圖如果 你剛開始不是對的 他永遠都不會合法 他的企圖永遠沒有辦法成功 國際也不會承認 就像聯合國 你是被人家踢出來的 每次講我們自動退出聯合國 這很好笑 有人自動退出聯合國嗎 聯合國你有會提就有會提 沒有會提就沒有會提 還有什麼自動退出 當初我們根本沒有自動退出 是因為全世界都已經承認 只有一個中國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他實質佔領整個中國地區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政府 美國挺他挺太久 就像美國挺以色列一樣 挺他挺太久了 可是全世界都不承認 這次以色列轟炸巴勒斯坦 聯合國的常務理事國他們在投票 我自己好像是 反正十幾個國家 常務理事國十幾個國家不贊成 然後七個國家棄權 然後只有一個國家反對 反對制裁以色列 攻擊巴勒斯坦 哪一個國家 只有美國 所以美國永遠都以他的利益為主 今天美國為什麼 他為什麼會願意把中華民國趕出台灣 為什麼中華民國一定要離開 我要感謝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跟慈激平越來越好 馬英九如果跟慈激平越來越好 美國還想說 沒關係每年收中華民國很多的錢 他當初會讓蔣介石來到台灣 就是因為蔣介石反共 蔣介石跟毛澤東不共戴天 你知道當初黃埔軍校裡面 蔣介石是那個校長 副校長是誰 周恩老 當初裡面的共產黨非常支持黃埔軍校 所以才有這個 中國的整個統一的青年軍 結果蔣介石在裡面 親黨親校 把共產黨永不趕出去 共產黨恨死他 所以他是共產黨永遠的敵人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美國看通這一點 知道蔣介石 跟毛澤東關係非常差 所以讓他在台灣 他對台灣都會放棄 台灣不會變成共產黨 今天電腦有點故障 所以各位這樣聽得斷斷續續的 讓各位知道 很多 很多國際局勢 都是順其萬變 都是在順其萬變 每一個國家 都會考量到 他自己的利益最大 最大的公約數 美國也一樣 英國也一樣 法國也一樣 因為南北南戰爭 突然又需要 突然又需要那個 蔣介石 那現在 馬英九 一直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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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靠近習近平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九月份 他就要跟習近平 欸 是 Apex是什麼時候 幾月 又是你知道Apex 十月十月 一直要促成馬錫會 讓 沒有錯 今天講的電力太強 那個 講了太多的秘密 這樣 然後那個 這個時候 美國一直在斷線嗎 不讓我繼續講下去 他們很快要促成馬英九跟習近平會面 其實早就已經在會面 就已經透過很多的管道去接觸 私底下就一直在接觸 在訓練 中國訓練 中華民國的訓練 中華民國跟中國 早就已經都 擴在一起了 私底下擴在一起 所以美國才會 從馬英九剛開始 一直接觸 那個現在Apex八開始 美國就已經決定 美國在 美國在主導 我們在配 對 這剛好是救我們台灣人 可以把中華民國完全趕出去 台灣要真正的 要回到國際地位 要讓國際地位正常的話 只有中華民國離開 中華民國只要在台灣 一直說 台灣是他的 明明就是中華 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明明就是這樣 但是他如果一直說 中華民國 台灣是他的 我們永遠都沒有辦法 國際地位正常的話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 走出國際社會 永遠沒有辦法 用台灣的名譽 參加任何國際的組織 因為 那不合法 他不合法 你合法 就算美國 在囂張 他也要遵守國際法 他也不敢打贏 人 他也不敢 我們也知道說 美國很多事情 他說了算 他是世界警察 他 那我們就真的希望 他們這樣子 讓馬英九繼續 都可以認為說 中國可以讓他靠 只要他越覺得 中國可以讓他靠 中國就會越把他邀請 他也不希望一個 一個大石頭 你像他今天中國的立場 如果今天中國的立場說 台灣真正的 回到國際地位正常的話 其實中國 已經有很多的學者 專在研究戰爭法 他們早就知道 沒有幹嘛 習近平去跟日本天王 說要買台灣 他既然知道買不成台灣 他也知道 要讓中華民國 回到福建 回到平台 回到那裡 他才可以把中華民國消滅 他可以讓中華民國 沒有聲音 沒有中華民國 現在全世界都亂廢亂廢了 所以他要讓他沒有聲音 到時候 中國人很容易洗腦 他告訴中國人說 台灣本來就不是他的 台灣是日本的 在國際上 台灣都是日本的 我們遵守國際法 那中國人就無法可說 那台灣的問題 他要解決了 中國現在有哪些問題 他最喜歡的問題 第一個西藏問題 對不對 新疆問題 台灣的問題 他們就希望 習近平希望 一個一個把它解決掉 不管用任何方法解決掉 只要能夠解決 鄧小平常在講 不管黑貓白貓 只要會抓老鼠的就是 好貓 不管台灣是日本的 台灣是美國的 只要台灣不是中國的 他的問題就解決了 這是全世界 台灣在現在走的一條路 很多人都會跟我們聊天辯論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美國的軍隊到底會不會進來台灣 我們講一個比較實際的 因為現在沒有投影片 我講我當地的事情 我1989年 在馬祖北幹 1989 90 91 1991年退伍 我1991年 我1991年的3月退伍 蛤 嘿 對對對 現在不要說他們的啦 我們說我們就好 1999年 我們要自己減就好 我們要開始改變 我們要講中國講習慣 講北京話講習慣 不要說什麼公義 我們要很清楚知道 那些用字潛指揮上我們很清楚知道 我們是 你可能要用那個啦 要講要坑出的電線 不會一條一條 找不到水電 好 那時候1991年 李登輝曾經講 那時候台海危機 說中國的飛彈要打到台灣來 到底那時候1991年 那個中國大陸飛彈有沒有打台灣 有沒有去看李登輝檔案 有啦 他飛彈都打不來了 怎麼會沒有打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都沒有感覺到 一點都沒有感覺到 我在馬祖北竿 我很深刻的感覺到 因為我3月退伍 3月15號退伍 我退伍成兩個禮拜3月初 伊拉克去打科威特 伊拉克打科威特 伊拉克打科威特 一下就打贏了 美國要去打伊拉克 然後呢 中國說要來打台灣 世界一團亂 1991年的3月 你那個時候 你如果親身在北竿 你就印象很深刻 因為市長突然告訴我們 這些退伍的老兵 所以你們在外島 兩個禮拜就是放退伍架 天天就在那邊打混模擬等退伍這樣 結果呢 市長告訴我們說 你們不能放退伍架 你們要每天喝槍實彈 因為呢 中國隨時可能會打過來 然後呢 馬祖北竿呢 不會有任何的援助 我們要死守北竿 市長知道我們訊話 我們每個人揹著六個護槍 裡面裝滿20顆子彈 然後在那邊聽 誰要跟你死在北竿啊 那時候心靈就要這樣想 真的心靈就想 我幹嘛要跟你死在北竿 我剩兩個禮拜退伍 死也是 剛進來的阿兵哥 為什麼都到我對不對 他說那你們如果這些老兵 如果真的齁 也不想戰威兵 也不想休假 那你們可以到街上去看MTV 但是要揹槍 齁 就是要揹著槍裝著子彈 槍跟子彈不能不見 看MTV 看那個MTV也不能睡覺 因為槍跟子彈怕不見 槍跟子彈不見 很恐怖的事情 槍要抱緊緊的 而且叫我們隨時要上刺刀 你知道那個近距離肉脖才要上刺刀嗎 然後隨時上刺刀 他說怕如果人家直接衝進來這樣 講得這樣風聲鶴唳 然後終於回到台灣了 不過也是到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 李登輝說飛彈真的要打到台灣海峽 可是在台灣海峽全部都被攔截了 被誰攔截 被美國攔截了 各位知道嗎 美國有一台叫猛禽戰機F-212 它一台飛機可以對付F-14 F-15這樣可以對付幾台 你知道嗎 一台飛機可以對付幾台 三百六十台 它的多定 多什麼 那個飛彈系統 導彈 它可以一次射出去這樣 所以在台灣的北部 聽說有一台 南部聽說有一台 然後航空母艦要來很快 很快就到台灣海峽 什麼叫實質的軍事佔領 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 它的飛彈基地 它的雷達基地 是美國人在管 一個國家 如果你有戰爭 那個援助的人 可以在24小時內隨時就定位 那不叫實質佔領 叫什麼 等一下 潘若謙潘老師 他下一堂課會講說 當時我們台灣的 那個 其實我們的台灣永有核彈頭 我們台灣在台南的那個 台南的倉庫 永有核彈頭 他等一下投影片可能放不出來 先給各位講 那我們永有核彈頭 這是電視上的記者親口 告訴另外的那個來賓 他說 我印象中 他就是運錯了 倉庫運錯 然後就直接進來台灣 寄放在台灣的軍事基地裡面 一年之後他們去清點 清點之後 怎麼少了四顆核彈頭 然後一查 在台南的軍事基地裡面 不小心運到那裡去 你像那個作業流程 如果台灣不是在他的作業流程裡面 他有隨便會運到台灣來嗎 這個邏輯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他怎麼可能 你如果 比如說現在俄羅斯 他有可能把那個 他如果沒有跟俄羅斯 跟台灣的那個軍事基地長網 他有可能飛彈這樣 船直接運到俄羅斯的倉庫裡面嗎 不可能 他直接運到台灣的倉庫裡面 一年多之後才發現 而且發現之後很好笑 他也不是通知台灣說 把核彈頭還給我 他不是半夜拍一台飛機 然後進去裡面那個 進去那個 他只是先照會一下說 我有東西寄在裡面有辦法拿走 等一下也不知道 然後去清點跟阿平哥講 車子直接載了 載到軍事基地 然後飛出去 已經飛到太平洋上面 第二天早上才打電話跟國防部長說 我昨天從你的基地裡面 運了四顆核彈頭 然後國防部長的反應更好笑 哎呀我們不知道 我們有四顆核彈頭一直在台灣 早知道我們就可以 好好的給他研究一下 我講的沒錯 就是 因為那個電視影片看很久了 不知道記錯了 這個是實際上發生的狀況 所以台灣到底有沒有美國的軍隊 那美國軍隊到底會不會先來台灣 不用我告訴各位 那中華民國到底會不會離開 我們看很多實質的現象 在金門現在蓋了很大的行政公署 一個很大的行政大樓 他們都說是觀光飯店 可是去蓋的人都知道 那是他們的行政大樓 為什麼要蓋那麼大 金門的辦公室有那麼多嗎 為什麼福建平潭 從無到有 還要讓台灣人去那邊 讓台灣的中國人去那邊當官 而且中國第二代他們都有在那邊 私底下四鄉的在那邊授授說 如果到了福建平潭 我們可以去抽房子 種樂透了 這些點點滴滴 你覺得中華民國有沒有在準備離開 我們也認識很多 你說在台灣久了嘛 也認識很多同學的爸爸 在中華民國裡面當高官 有高官親自在講說 對啦我們會離開 但是呢 我們不會講 只有少數人知道 他們當初本來就已經準備反共 反攻大陸 所以他們請本來就一直放在國外 他們從來不把台灣當作他們的根 所以他們很清楚 可是呢 在我們台灣人不清楚 一直在騙我們台灣人 他們用很多文化的教育 用文化的教育 讓我們以為我們是中國人 讓我們以為我們不是台灣人 讓我們以為 從十六世紀以來到現在 台灣都已經在中國的統治之下 昨天 前天你們有沒有看到 台灣的地圖 在十六世紀荷蘭文化的台灣地圖 有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他畫一條秋影 真的畫一條秋影 就這樣子而已 差不多這樣子 我畫的還不太像秋影 這本來是整個台灣 台灣應該還有這邊啦 畫的不太像 像橡膠 他畫的 畫的左邊 他只有左邊的台灣 在十六世紀畫的 為什麼只有畫左邊 西部而已啦 從南到北 東部都沒有畫 中央山脈那邊都沒有畫 為什麼 過不去 那邊有高砂族 那邊有 那邊有出草族 專門砍人頭的 對啊 不能亂跑 真的啊 中國那時候就過不了中央山脈啊 就像國民黨過不了 左水溪一樣啊 在那邊 在東邊那邊 全部都是高砂族 他們真的是動作很快 然後你進不去他們的地方 所以中國那時候 屯肯就只有 西部的六個屯肯菌 所以滿清 大皇帝陛下 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時候 他割讓給日本的時候 日本接受到是一個 一半的台灣 他花了很長的時間做皇民教育 也花了長的時間去平定東部 才把東部平定下 才把東部整個統合 在我們的太亞族的長老有講 他們那時候也不想讓日本人 侵入他們東部 所以太亞族的長老 就跟日本非常激烈的戰鬥 我們的太亞族的長老 現在是我們的 在我們的總理府裡面 他親口告訴我 他說那時候 太亞族的長老開會 我們跟日本站的 剩下的太亞族的年輕人不多了 如果繼續站下去 可能會被日本殺光 所以我們現在開會 繼續要留下太亞族 還是站到最後一邊一族 讓太亞族成為歷史的榮光 以後只有在歷史書上面念導 看不到真正的太亞族人 請問現在你看得到太亞族人 看得到嗎 所以他們做的決定 各位知道嗎 我們至少要留下我們的命根子 所以太亞族繼續留下來 所以那時候台灣 整個被日本人統一了 所以才對 才在台灣實施皇民化 讓台灣人可以參政 可以參戰 我們8月要去日本 我們要去日本禁國神社 我們要去日本禁國神社 祭拜我們39,100個台灣魂 在日本的禁國神社 為什麼會有台灣魂 為什麼會有台灣魂 義勇軍被供奉在日本的禁國神社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我們是 那時候已經是全部台灣都是黃民化了 我們都是日本台灣人 所以我們才可以被公共在日本禁國神社 這是真的 當初 我們的義勇軍 他們 很多高砂族人 剛開始是敵人 後來佩服他們 看他們真正的愛台灣 真正的幫助台灣 所以呢 最後他們 決定幫助他們 打美國 所以才會這樣子跑到 東南亞 跑到那些菲律賓裡面去打 我們不是前一次來發現 有一個我們台灣的義勇軍 已經不知道戰爭結束了 在那邊山林裡面 生活了五十幾年 回到台灣 這些都是歷史 這些都是台灣的歷史 但是中華民國都不會告訴你 他一點一滴的 在滅你的族 滅你的文化 滅你的語言 讓你完全不了解自己真正的歷史 所以現在徐格林、徐老師 他會一直告訴各位 我們要念我們自己的歷史 我們正在去瞭解日本的歷史 有兩本書推薦給各位看 如果各位有機會到書店去買 東大爸爸買給我的 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代史 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 這兩本 他就把日本的歷史講得很清楚 因為日本的教科書 跟台灣一樣 有很多事情必談 不談 那東大爸爸說 這樣小朋友念歷史 會唸得斷斷續續的 所以他自己親自寫了 自己日本真正的歷史 很實際的 我以前的歷史老師跟我們講過一句話 他說 其實你去念那些 比如說史記 四庫全書 你念那些歷史 他裡面講的 他說 裡面的人民都是真的 事情都是假的 然後你去念那些三國演義 水武傳 遼災治疫 你念那些歷史的小說 裡面的故事都是真的 但是人民都是假的 他在諷刺 他在講那些 講笑話 他讓我們知道 不是講笑我的第五個兒子 在講笑話 但是各位要知道 很多時候你在念的時候 你要自己去思考 你自己真的要去思考 如果不懂得思考 你只在接受另外一個新的資訊而已 對你一點幫助都沒有 讓我們自己真的思考 怎樣做對我們台灣人最有利 我們一起來幫助我們台灣人 讓我們早日 把中華民國趕離開我們台灣 這樣好不好 好 今天想要對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好 我們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下個休息十分鐘 謝謝